英文操談,讓我們來試一下各種實驗的英文 但這個例子要先念一下,再解釋 Bacteriologists are doing the best to identify the germ that has caused the disease The beautiful Bemerina fell in love with a poor young man My uncle is a distinguished banker Shakespeare was a great board The musical range of the baritone is lower than that of a tenor The barkeeper is behind a bar talking to a customer He was named the Baron last year Jane founded Mary, a new media Baron The Baroness came to visit us The company has hired a famous barrister to find the kids 這也是哪些工作哪些行業 這個字中英在歐洲 Bacteriologists 叫生物學家,細菌學家 Bacteriologists 是細菌,細菌學家盡他們所能 Doing their best 去identify,去證實,或者辨認 細菌造成的疾病 所以細菌學家進來研究 這個病就是由某一種細菌所造成的 這個美麗的Bellerina Fall in love, fell in love 戀愛了,愛上了一個窮的 不論有時候是窮的 有時候也很糟糕的 這個要看上下嗎 這個很漂亮啊 或者有名的芭蕾舞的明林 我們講好聽一點 我以為講明林 就是有名的舞蹈員 跳舞的 愛上的一個窮小子 Bellerina 就跳芭蕾舞的 但是有名氣的 芭蕾舞明林 我叔叔啊 因為英文裡面 到底阿伯阿傑 叔叔伯伯搞不清楚嗎 姐姐妹妹搞不清楚 都Sister了 兄弟 Brother 兄弟姐妹合起來 手足啊叫Sedway 我的叔叔伯伯啊 Distinguish就是 很傑出的 很特別的Banker 銀行家 很傑出的銀行家 Banker 就是Banker就是 總經理阿 董監事阿 董事長阿 這種以上的 你說櫃台員阿 什麼鄉立阿 婦立阿 就不算了 Distinguish本來是可以認區別的 然後這邊 雖然是ED 他不是過去分子 或者過去式 而是當當當形容詞 可以認出來的 就是很 與眾不同的 很結束的 而Shakespeare 是這樣子平法 Shakespeare 以前到底歷史上 有沒有真的 英國有沒有這個人 英國有沒有這個人 搞不清楚 後來證實有這個人 連他的故局 他手稿也找到 他是一個很偉大的 Bord 什麼意思啊 詩人 就像Poet B-O-E-T 這個詞少用一點 他也是詩人的意思 這個Musical Range 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Range 就是一個範圍 或者天啊 射程 當然有很多意思啊 還有西部的平房 爐灶 很多意思啊 我們這邊是一個區域啊 還有山脈 山是Mountain 山脈是Mountain Range 山脈 山脈是好多 山脈的意思好多 就名詞啊 這 音域 就是一個人 最低 是哪一個音 最高哪個音 音域啊 一般是 一個八度音 多一點啊 兩個八度音 就很厲害啊 超過兩個八度音 就很厲害了 所以有些人的音域很快 說我可以唱三個八度音 我皇媽 我可以超過三個八度音 就很厲害了 因為這個 那時候高音不是占便宜嗎 可是它低不下去啊 它低音高不上去啊 所以一般都是 一點多個八度音啊 這個音域啊 就是Bariton 就是南中音啊 它的音域也比那個誰低一點 比Tanel Tanel難高音啊 其實南中音啊 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好像比南高音低很多啊 其實南中音也可以唱很高啊 只是最高音它沒有辦法像極限那樣那麼高啊 其實有些 有些奇怪 這個南中音 它唱很高啊 不太南中音啊 就問題 第一個它高音其實也蠻高 當然會比南高音低一點點 它低的沒有 通常也沒有很多啊 但是它低的 第一的事情它低的下去 南高音低不下去啊 Bariton就是那個酒吧老闆啊 他在酒吧後面啊 跟一個customer 他的一個客人在講話 Bariton 這叫復合字 Bar跟Keeper 不是B-A-R-K 是B-A-R-K-E-P 這種復合字啊 你不要斷錯啊 不要把R跟K-E-R連在一起 他被Nin就是名字嗎 他動詞叫命名嗎 指定啊 他的名字叫Bariton啊 去年 就完全搞錯了 他被受封為男爵 Nin就是英國女王啊 或黃族說 我指名你為啊 一直我封你為男爵的意思啊 所以Nin不能說名字啊 就受封的意思 我給你這個名稱 給你這個名號 到現在還在封啊 還在封那個 還在封那個 還在封那去 我也到現在還有啊 監票的美國有名的這個女星啊 她嫁給了一個 一個新的Million Barron 是不是一個Million 大眾媒體 是不是一個大眾媒體的博爵 媒體啊 新聞媒體大眾媒體啊 怎麼會有博爵 當亨 所以Barron除了是博爵以外 也是大亨巨子啊 很有影響力的大咖 The Barron是女博爵啊 來看我們啊 The Company Company 一般是講公司啊 英文裡面公司很多 Company啊 LTD啊 Cooperation啊 Firm啊 很多字啊 也可以當同伴 它本來的意思是同伴啊 公司就是由一些 志同道會人一起開嘛 有公司嘛 有時候合夥人啊 就在同伴 招碰一半開公司嘛 這家公司啊 聘用了 顧琴的一個很有名的 Barristan Firm a case 去跟誰打仗啊 跟這個盒子啊 Case盒子啊 你就完全看不懂 顧琴的一個律師啊 去這個打官司啊 Case 意思很多啊 盒子箱子啊 案件啊 法律案件啊 法律案件啊 還有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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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所以英文一是終於的學問最大啊 法律案件就是對抗啊 也不要說打仗啊 對抗啊 顧琴的 有名的律師啊 去打官司啊 這集叫做